嗆那风格真实呈现 请听周玉寇嗆新闻 哈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了 周玉寇嗆新闻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 八点到九点为各位播出 今天呢是三月一号我们的二八连续假期的 第二天了非常谢谢 今天来到我们讲节目的是大名鼎鼎的周伟航教授 他的笔名可能比他的本名还要大名鼎鼎呢 人渣文本先生 尾行早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啊 应该很多人问你为什么要取这个笔名 当然呢几乎所有的第一次的访问一开头 就问为什么叫人渣文本 我刚才昨天晚上就在想我不要问这个 还是要问这个 对 原则上就是我是教伦理学 我在大学是教伦理学 那伦理学人家教宗教教 宗教人家心理和平其实不是 我们很多是用负面个案 就像医学院的个案一定是生病了 他哪健康个案比较少嘛 那我们也是拿生病的个案 就是所谓的社会上的败类啦 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那这种叫人渣嘛 个案收集多我们就很多专业名称叫做文本 就是这种叫个案嘛 就人渣文本 所以他原来是我收集个案的一个网页的名称 后来就是这个网页红了 人家就把这个部落格的名称当作是我的笔名 那我就想到就比较有名就音群下去了 对对对 好各位听懂了吗 但是人渣文本跟周伟航现在已经有点这个划上等号了 周伟航教授是辅仁大学的哲学系的助理教授 你现在不是专人 我不是专人 我在外面这个主要已经移出来做线上教学 就把哲学的东西挡到网络上 是啊好位 线上教学要收费吗 当然了 这是名秘的 这改日我们再好好谈你的线上教学好不好 今天要谈政治 因为周伟航 可是后来你变成评论政治这个评论的特别精准啊 这个这个是因为我大概从大学一毕业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在做政治人物的幕僚 主要专长是选举 幕僚当的没有很好 选举是做比较久 对对我是从马英九就是1998开始 就一路到现在这样 就一路做 现在你还做这个选举的帮手 就是还是多少会接一些 但是我已经不会直接下去选 主要还是顾问啊 或是额外的一些空军的部分 给他们一些比较大规模的活力资加持 对对对 那今年你有帮谁吗 今年啊 今年2019只有补选了 2020目前还没有 但是我主要就是可能大多数的心力会投注在比较时代力量上面 对 辅导他们就是在一些状况上就是不要那么样天真啊 这有一句你讲的天真是讲这个时代力量 对时代量他们的 应该是他们的政治人物 他们会觉得就是哎我就认真问证 那选票自然会开出来 但是呃现实政治他还有一些纠葛嘛 我会协助他们把这些比较复杂的部分稍微理清 至少让他们知道其他政党现在在做什么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当然就是说 其实你为什么没去选时代力量党主席 我觉得你选恐怕跟显志显志我访问过他啦 我跟他说你很憨厚啊 人很好啊 可是你知名度不太够啊 被黄国昌的嗯这个阴影给压制 不过呢 邱显志也没有这个啊这个无法答复 他认为他是比较Loco 然后那这个黄国昌是高帅 那你是很早就加入时代力量 哦没有耶我没有很早加入 我是黄国昌最近才把我拉进去 哦真的吗 对对对对对 就是时代力量一直在尝试往外扩张 因为他们有点感觉到就是他有一个top 如果就是没有非常亮眼的性能 大概就是在地方上维持在5%左右 那如何再见前进到下一个5% 我觉得这是他们正在思考就是 哎要不要去多吸引一些不同面向 就是非时代力量典型的那些人 因为时代力量就是蛮法学 呃可能蛮社会运动蛮传统那种第三势力的形象 那怎么样在扩张的过程中又不会歪掉 哦我觉得其实像黄昌主席啦 确认是主席他们都在思考 那今天刚好就是时代力量会有新的党中央 然后他们就会在今天会组成一个大概的那个团队 对对那你会做什么样的党职吗 呃目前我们沟通结果就是我不会在里面站任何的位置啊 但是我会在外面采取一个辅助的方法来帮助他们 你为什么会加入时代加入时代力量之前 你没有任何党籍吗 最早的时候以前我们大学时候都是国民党啊 对对对 可是我的那个党正在拉力风灾冲掉之后就再也没找回来 你就没有恢复党籍 对对对对对 你到时代力量会不会人家认为你是某一个力量那个 跟时代力量结合的这个前兆啊 呃某个力量 因为大家都认为你跟柯P蛮好的啊 对对的确党内啊 时代力量党内当然也会有这样子的意见啊 像我们对像我们之前 埋伏分子啊 之前我们有投一个决策委员会 就是等于其他政党的中常委这样子的一个选举了啊 那他就有提问啊 因为时代力量网络政党啊 他就网络提问就有人问说 哎你跟柯文哲的关系怎么样啊 那具实回答啊 因为实际上我也没有跟他本人有直接的联系 柯文哲直接的联系 我跟黄昌的直接联系比较多 连秋显字都见得比较多 所以原则上啊 这个当然你可以继续怀疑啊 不过就是一样还是持续扩大的路线 那就是看能不能尽量吸取多一点 因为一般的呢 我想就一般的百姓来说 他可能认为是柯文哲大时代力量小 所以柯文哲会把时代力量吃掉 但是我觉得看事情的角度可以反转过来 如果时代力量的内部够坚实 他的理念明确啊 他有具有实质上的价值 说服力的话 他也许可以把柯文哲那边的人都吸过来 啊他底下能打的啊像样的人啊 把他一一吸过来 所以到时候到最后谁大谁小 或者是双方要不要进行更进一步的整合 我觉得都还可以再进一步 你讲了很多 因为时代力量跟柯文哲的啊 他这个嗯 柯粉呢 或是柯文哲支持者里面的重叠性 重叠高 之前有七成 年轻人的重叠性 但我看不止七成了 因为还是有非常铁力的 对对对 大概会有三成 是 所以我怀疑时代力量早已来 根本就是拜托你要做部分区立委 将来要打选战的吗 嗯 不分区立委 当然也不到就是直接就是讲这个 因为他们当然会有些期许 但是每个人都有功能性的不同 我去可能就占掉一个位置了 你会参选吗 呃 区域应该是不可能 那如果是 我有之前就 你可以回你家乡参选啊 那个地方那么难 呃 家乡吗 我是在苗栗三县啊 那个区域时代力量其实也是有在培养新人 但是 对对很年轻的啊 都很优秀 我们是比较轻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就是说 因为我女士几岁 我觉得三几岁呢 也让他透过选举历 嗯 然后让他去慢慢行诉出一个 呃 在地方政治的感觉 这个比较重要 像我们去选的话就是 如果我们一进去又卡 如果万一选上 我们会卡非常久 所以你不会接受部分区立委替名吗 如果话 会的话我也是非常后面 就是 意思象征性意义 就是我在这边 我是在这边的人 那你们就是可以到处都可以看到 我会下去服选这样子 对 相争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好 时代力量呢 黄国昌 等一下去注册 时代力量跟柯文哲 跟民进党的互动 还有国民党的内斗的观察 是我们今天请到人渣文本 因为呢 对他来讲 我看这几个个案都有人渣特质 这个 然后有文本的这个价值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就是说 时代力量的跟民进党的关系 是被是被考虑的 那最近有一个民调 TVBS民调说 时代力量的支持度是23% 民进党19 国民党41 就对很多人来讲非常的震惊啊 那这个是形象啊 就是你觉得这个党的形象是否正面 那因为黄国昌问证 比较凶猛一点 所以他的曝光度比较高 加上媒体操作也相对是 新媒体操作相对成功 所以他的确有奠定一批 所谓黄国昌的稳定支持者 所以这也是考量 就是要不要把黄国昌移去不分区 让全国的时代力量的人 都有机会投他一票的这种感觉 他已经说过他不会加入不分区啊 就是 真不好意思 好像我访问他 他说呢 对就是有很多考量啦 因为其实 民进党他也会有他的考量 就是 讲白一点啊 我就直接讲民进党的党这边的思考 就是黄国昌到底是在细子选 还是到不分区选 对民进党的伤害比较大 那他在细子选的话 他都不会到全国不分区去席票 民进党的不分区就比较有理由 把他稳下来 但是如果黄国昌去不分区 那时代力量 把他放在不分区 非常尴尬的位置 比如四或五 那我们诉求就是 这个黄国昌可能会落选 那如果时代力量的票没有集中的话 那这个东西 民进党不分区票就是非常重大的损伤 对 所以民进党就 这可能也是要两党这个建构 某个沟通平台 就是他到底是在细子选 那还在东北角选 还是到不分区选 那那当然就 如果时代力量的本位主义来说 也许把他移到不分区会比较好 当然这个前提是 本能有意愿 外在大环境能够配合 那我们才会 才会在这个取得同意的状况下 把他移过来 那让他把他一个适合的位置 所以时代力量跟民进党的互动 未来当然牵动的是立法委员的 这个席次的变化 那年轻选票上 民进党现在是很这个吸引法力 那这个时代力量由 由黄国昌把这个像周伟航这样的人 给吸引去了 这是民进党就找不到这样的人吗 真奇怪了 那好 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这个 我们今天反问周伟航先生 他正式的加入了一个政党 那在未来的这个2020的选举当中 那当然就是曝光度比较高 媒体操作有比较精准的 像周伟航这样的人呢 那未来会怎么样的这个 影响一个政党跟政党之间的竞争 其实是值得考量的 那当然时代力量 因为新的主席邱显志 明星特质没有那么高 可是邱显志是一个善于谈判的人 这个非常善于谈判 很有耐心 在这个情况之下 民进党跟时代力量的关系是 他们是静和关系比较好 你们有没有定位啊 原则上来说还是 因为时代力量自己的支持者需要交代 如果民进党所提出候选人 跟时代力量所期许的那种形象差太远的话 也就是说时代力量支持者投不下去的话 底下可能会在某些选区产生分裂 所以怎么去化解这个问题 去建构一个议题沟通平台 比如说我们这个议题就是要挺 当做2020选举主席 我觉得还是可能就是像邱显志讲 我们要成立选对会去跟民进党谈看看 那将来就一个地方一个地方 候选人个别的处理 那时代力量跟柯文哲的关系 不是很尴尬吗 再怎么尴尬也是要走下去 但是我们不能等待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有时候没什么反应 他就是以托代变 所以时代力量要主动走出去 就先扩大再说 人家文本周伟航教授 他的那个柯文哲的观察非常精准 那个你对柯文哲的团队好像非常的熟悉 等一下我们就来看柯文哲 第一柯文哲会不会参选 第二柯文哲最近知道他干嘛 像他昨天的那个陶家坡 的这个一日双城 然后半夜跑到高雄 一去住韩国瑜住过的房间 那不是小晨的哦 哈哈哈哈 怎么会这样呢 他为什么会这样操作 目的又如何呢 他又去参加228 他曾经在当市长的第二年的 他就不参加228 那个时候被骂 你记不记得一日双塔吗 他没有参加 他到南部去嘛 然后就被骂的半死啊 然后那他昨天又说 这个威权同校要拆掉 他又说 他们这个大屠杀 是被德国宣传 我的妈呀 这句话是国际笑柄 怎么会这样呢 我从这几个角度来切入看 也目的到底如何 是随便乱讲话 鬼扯 还是他在切割他的选民 对他的支持的这个方式 为自己2020到底要不要选举 怎么样把选票都分别的投射到自己身上做努力呢 你怎么看有点复杂 就高智商的人才能这样做啊 我们尽广告了啊 马上回来啊 周伟航教授啊 他的笔名 大家都知道咯 人渣文本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周伟克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周伟航教授 他是 你是苗 你是苗栗 苗栗市 对苗栗客家人 嗯 然后 嗯 现在在府人大学做兼任助理教授 不过他是选举的这个 幕僚出身 所以是很懂选举 很懂政治 他加入了时代力量 这个对民进党来讲 恐怕是一个警训 警训 也是有还不错的关系 所以你的政治主张是什么 啊 我政治主张哪一类的 我讲的是 两岸一家亲 两岸一家亲呢 我认为这种东西就是 这个太辞令 一点实质意义都没有 啊 那原则上啊 就是 台湾还是主权独立国家了 啊 名字叫中华民国 这是我认为 目前比较同事的 你是维持现状派呀 你是华主派 你去维持现状 不如说是长远来说 目前没有 太大规模的 这种改变的空间 但是 那力量是台独派 对 但是 去支持那个公投吗 呃 对但是原则上来说 就是这种表态的动作 还是要做 表态的动作 但是实质改变的话 可能要外在大环境 其实也不是中共主要 还是美国的态度 对 要去处理这个部分 好的那 当然你你自己也知道 你将来如果上媒体啊 或是这个做评论 其实你加入政党 也是一个标 标志嘛 对不对 也将会被别人考虑 所以我才怀疑哦 说 你跟柯文哲很好 会不会是白色力量 要跟时代力量合作 然后白色力量偷偷派你去的 或者是时代力量 跟白色力量合作 这个苦心把你经营的挖来的 你说不是吗 对实际上来说 我必须要强调 所谓白色力量 几乎都根本没有联系 没有什么联系 他们很少有这种 比如说哎 我有事情要拜托你 或者是什么 他们讲白点了 柯文哲就是这个义勇均用多了嘛 这什么都当免费的用 就是你来帮我比较偏向天津地义 当然这也没 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可是他想久了之后 他的确比较少在经营人际的这一块 ok 对对对对 相对来说感觉起来黄国昌 好像更不通人情 可是我觉得他还蛮重视这一块 黄国昌会这个 witness一些人才 这个因为他当主席嘛 其实常说他们那些也都会啦 大家这个是很多人就讲一讲 好像又变成派系 我个人是不会这样去解读 就是其实他们也 也牺牲的蛮多 就他们比较有弹性 就是可能为了这个 拉进来一些人 而去做某种态度上的调整 可是柯文哲 他比较有走自己的路线 那他现在走到这个路线 走到一个瓶颈 就是柯文哲现在最大的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拉回刚刚讲的 这个骑脚踏车啦 参加228啦 到底要不要猜同像呢 乱了 柯文哲现在的这个 丢出来的议题是乱的 你找不到说他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 那就我们的 研判 研判 不能说猜者 研判 他里面两股人 一股就是要去经营 绿的这一块 一股要去经营蓝的这一块 双方在拉锯 使得他的行程 骑到一半又拉回台北 又再骑到南部 旺子 骑脚踏车往南 这是一个比较 企图去经营 在地选票 蓝票 所谓摆设力量的 刮这一票 那 讲228 讲猜同像这种东西 参加中书纪念活动 对蔡英文当面呛他 没有什么具体反念 这种 他其实是要去抢绿的票 为什么 我觉得柯文哲很容易 受到民调数字影响 学科学的人的这个 一个坏习惯 他最近出来几份民调 其实都有一个暗示 但是 我觉得他可能真的相信 就是如果他出来的话 他会吸掉 就对朱立伦的话 他会吸掉比较多的 蓝的票 绿的票比较 比较动不了 还是有大概 这个在占科文哲的 自己得票的三分之一 就是他支持度的三分之一 是绿的 那还有三分之二 是如果他不出来 会投给朱立伦的 就是反民进党的票 所以他认为可以 有这一块空间 可以去经营蓝的 所以他最近经营蓝的 动作比较多 但是就我们观察到的数据来说 其实反馈都不好 包括媒体反 就是传统媒体反馈 新媒体反馈 或者他是操作下去之后 知识度没有什么明显的波动等等 但一般人解释说寒流兴起来 寒流把柯文哲押回去等等 但我个人的解读是 柯文哲的这一系列 金银蓝的方法都是无效 加上绿的动不了 我觉得这可能会 让他寻求不同的操作 但我不知道他接下来的操作是什么 像骑脚踏这个就没用 大概之后就不会骑 这种骑脚踏方法 就是根本就不是真的骑脚踏车 是失败的 对那这个是失败的 所有的新闻标题都叫头疾波 就是其实 就是 其实我看到比较多是 他在中书记念会上跌倒 亮枪了一下 对 其实我觉得这样操作就是 这个是一个其实就选举行程 就下降行程 我们一般讲 骑马英九就在搞这一招 这绝对不是柯文哲最早 最早骑的热血骑的是马英九 而且马英九真的狂骑 到处骑这样 如果你要选总统 当然就是这种骑法 可是他又没有一个理由这样骑 所以他就利用 我过去有这样骑 所以今年在这一天来骑 也是很合理的 来去盖这件事情 让这件事情取得合理性 可是重点是效果不好 柯文哲很看重这一点 那如果这个事情做下去没有死效之后 可能就不会做 他昨天的直播就根本就 这个观赏人数就大幅下降 对 就是现在直播的竞争市场 要比三四年前要更加激烈 三四年前刚有直播技术出来 直播平台或是现场转播 但是现在的直播技术已经 大家会很强调 就像之前像那个陈希麦 他们在转还院那样 只要动辄三四万人 就他的瞬间动员力是非常 五万多耶 我看的时候是五万四千 对对对对 不过他毕竟是可怕的东西 所以人会变少 可是像柯文哲这种比较friendly 虽然无聊 但是就是骑个脚踏车 可以看到人 可以看到学姐的东西 他大概都是三四千动能 那我们就觉得 根据你两百万粉丝 一两百万粉丝 那种量来说 这样子的动能是有点低的 昨天的直播是 也不算成功吗 其实基本上就是不算成功 你说我看你这个到底是要看什么 是要看勇气信心挑战不可能吗 也不是 看只是看你扫街的感觉 你现在又没有真的要选举 没有正式宣布要选举 就缺乏议题代动性 所以我觉得这种重点不是他个人或怎么样 重点这种操作他有点多余浪费 他感觉起来是两相权衡之下 好把大家取得了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就是好 齐一段拉回台北参加一个活动 再齐一段 齐下去之后他要搭配什么 太政治性 他把他原来骑脚踏车所传达出来的某种运动精神 或者是一种挑战的那种意志力 都磨耗掉了 使得最后面这个议题焦点完全慢开了 像今天大家还在持续解读 高雄要见阿扁啊见谁啊 我是觉得 这会让齐一代看到运动精神觉得怪怪的 而且他还去住 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他去住韩国瑜的房间 这有点好笑 可能就是原来还是相关规划 相关规划的话可能是就是希望能够跟韩国瑜碰个面 或是怎么样的 但是因为现在其实也进入选拟期 韩国瑜也没有没有在 所以就是有很多 巧不定的地方最后还是去了 那我是觉得比较 就是就凸显了 其实就整个后勤业务 前次后次的问题 昨天那个安排有点失败 去以色列 其实所有首长 因为是城市论坛嘛 都大部分的首长都去过以色列 六都的 那可是他居然讲一句说人家 六百万大屠杀 这个以色列有这一个事情可以向国际宣传 当然这个就我们有一点这个比如宗教知识啦 或者是相关国际历史政治历史知识的 我们都会觉得就是严重的不妥 但是重点还是要以色列人来表达他们的意见 但我只能提醒就是就我们专业来说 以色列人的网军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这可能是台湾人所不知道的 柯文哲去学 这个如果没有学到这一点的话 那他可以说不定可以回来好好体会这一点 以色列的网军甚至有台湾的中文的部分 这个非常非常厉害 那这个真的是看以色列政府 他们要不要针对这个议题做反应 也许他们会觉得说 来者是个放银马 以色列驻台北是有代表处的啦 那如果他们这个像我们纳粹的 几个学生啊 年轻人乱用纳粹 他们反应是非常激烈的 他们目前是用民间的协会 用学者的方式 现在有些学者是提出了一些看法 是纠正啦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诗言还蛮恐怖的 那最后我还要请教你的 当然只剩几十秒 就他打新潮流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完全是个人积怨 我认为他对新潮流的整个思维完全是 反新潮流的民进党人在背后集结一个 也不是我不觉得反新潮流 对我觉得他不是反新潮流的人去推动 他本身对新潮流有很难化解的歧见 已经到宗教信仰的程度 什么他们跟他跟新潮流究竟什么恩怨 我觉得可能这个有很多细节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不能被人家理论去挑战 不是挑衅挑战 他觉得说就是新潮流想 新潮流毕竟左派一点嘛 他想讲理论 那柯文哲不想跟他讲理 就双方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民进党内 有人跟柯文哲联手合作 勾结 道不至于 很好我们来谈国民党咯 我是北部舞茶DJ Soar 哦 要进广告了 周玉寇 呛经文 还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周伟航教授在现场 刚才这个讲的好精彩 把柯文哲的本质做了一个非常贴切的分析 你说柯文哲的预测力很差 因为他没有team 然后他这个个人的情绪 很多的蓝绿之间的幕僚的 因为又要蓝票又要绿票 所以就会变成 这个互相扯来扯去吗 对 就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 缺乏核心 团队缺乏核心意识 其实很容易陷入这个问题 所以他现在这个状况 而且他他的身边现在没有 真的没有大将对不对 你刚刚在 大将的话 其实讲白一点 大将要嘛就 要嘛能武人在家里稳固场子 要嘛能武出去帮他代为打产 没有啊 柯文哲都还是靠自己决策自己出去站 我觉得这他最薄弱一点 他就是我经常举一个例子 柯文哲他现在碰到的困境就是 我是一个非常红的偶像 那我在外面有好几百万的粉丝 可是我现在要办一场演唱会 把它变成票卖掉 变成票 具体票 他没有一个好的 这种卖票的行销公司 他也没有一个制作公司 去帮他制作一个演唱会 这是他最大的 他缺乏中间的这一层 所以跟其他有两党 国民党和民进党不管怎么样 他们有怎么样的问题 他们双方都有固定的制作团队 会卖票的人 会行销的人 会搭配活动来带宣传的人 都有 所以柯文哲怎么去解决 这中间这一层的问题 我觉得他自己可以好好思考 就是如果你缺少这一层 那你现在到底在干嘛 你现在所做任何事情都跟 基本上跟市政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人家投票给你最主要期待 你在台北市场的位置上 能够做出一些 让你的支持者 至少让你支持者 能够感动的事情 可是你现在操作 就起脚到这什么 人家会觉得说 如果你没有选举 这种宣传活动到底是什么 那是不是意味着你要去选总统 讲白一点就是 会让人家感觉你有点贪 这又回到像韩国瑜的那种状况 如果韩国瑜跳下选 一样会让人家觉得 你也未免太贪了吧 就是已经给你一个东西 你居然还要还要还要那凭什么 人家立刻会问凭什么 你要去卡这个位置 凭你有高人气 你的高人气的基础是什么 只是一种偶像崇拜 觉得你好像吗 我觉得到了第二任再怎么样 大多数政治人物都会往下走 在往下走的同时 他能不能随时去思考 就说我应该到底干些什么时事 讲白一点 朱立伦都知道要拼命剪财 第二任的自己留下一些印象 至少我是剪财 我剪了很多财 我剪了很多东西 那边有六花梯 这边有轻轨什么的 可是柯文哲呢 你第二任能够留给人家什么 可是他民调很高啊 对这个就是选举的时候 因为他是毕竟2018选完 他有他的声势在 韩国瑜也是有他的声势持续 可是到了真正进入总统大选 你今天正式报名下来的时候 一定很残酷 就像柯文哲最后面 2018他最后面也掉一波 媒体一卡你 其他双方的选票的 那个组织动员一回去 你就立刻陷入为局 所以柯文哲他 理论上应该从2018学到经验 虽然没有的话 程世宇也应该学到经验 对 可是到了现在 我感觉他其实 其实自我检讨能力不只预测力了 自我检讨能力也是 还有蛮大改气空间 这个部分如果不修正 我觉得持续下去 很多人说不要拼2020 柯文哲应该拼2020 对 可是你持续下去的资本是什么 我觉得 这一点真的好好想想想 不是说什么市场好好做完 就一定会有成果 就我们一般 因为我过去长期是在台北市议会这边 我觉得就一般的市场标 检测市场的标准来说 他可能跟郝龙斌跟马云九比起来 真正亮眼的部分 没有柯文 一般柯文想的那么多 而你缺乏真正亮眼部分的话 你到最后面 你去拼2024或2020 最后可能只剩下一个key point 就是那些外面的选民 从来没有投过你一票 那些柯文没有投过你一票 他很想投你一票 这样子的这一个动力而已 有时候他投你根本就 就不是因为你很会执政什么 他就说啊 我没有投过柯文哲 我想盖一次的那种感觉 又怎样吗 有票多好啊 对啊这个是很虚的 很虚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样子的资本是不 政治资本是不够 可是我跟你说 刚刚就是柯文哲的本质 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 他自己其实也心虚 也晓得自己的状况 就你曾经说过他知识不足 那怎么做总统 他的缺点太多了 可是他就 他就说现在年轻人 还是认为他那种 那种胡讲话啊 这个白目啊 然后随性所欲啊 什么在机场上面坐在地上啊 那种那种 大家还是年轻人嘛 还是还是就没有 就是就是就是 还觉得可以去认同他 因为没有别的认同对象了 那我们不管了啊 未来发展怎样 他看起来他 他的声量 他的这个 那个人的被挑战度 是越来越越 越危险性很高啊 刚才在进广告的时候 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周伟航教授曾经说 他是那种好像存折 在逐渐就一直提款 没有存款的状况啊 那可是他居然决定了 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他居然决定了2020年的 总统选举里面 国民党的提名态势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当然就是三方对决 一定会牵来牵去的 所以呢 你怎么看呢 因为国民党 昨天晚上我看那个 新闻声喉咙 那个节目是挺韩挺到底的 就花了好久的时间 去谈韩国瑜该不该选 然后中间就有一个 就是柯文哲的问题啊 嗯对 其实柯文哲他是 就是这个赛局的意思 就是他会不断的 重新定义平衡 如果是朱立仁跟蔡英文 选的话 这个局势比较稳定 大家就乖乖的 就把赛跑跑完 就会出现一个结果 那柯文哲 他看到这个 他觉得有见风插战的机会 也许我出来 我把朱立仁那边拿掉两层 蔡英文那边拿掉一层 我就有机会 好 赛局就出现变动 因为柯文哲这个要素投进来 那一旦柯文哲加进来 朱立仁可能就当选不了 国民党 其他很弱的人 就有办法讲话 像吴敦义啦 王金平啦 但主要还是吴敦义 做这个主力推训 他就讲说 那当朱立仁出来也不会赢啊 怎么办 他就有个话题 他就可以把韩国瑜这个丢出来 韩国瑜你看民调 他可以赢过柯文哲嘛 所以国民党又把他押回去了 只要推韩国瑜出来 所以他把韩国瑜拉出来 这件事情 感觉起来好像是为了 国民党的 为这个大忌来着想 可是 韩国瑜实际上很多条件 是没办法选 好 韩国瑜如果被丢出来 朱立仁会有压力 因为朱立仁他自己 人生最大一个灶门 就是他曾经换柱嘛 他当主席的时候 都把红袖柱换掉了 那现在如果朱立仁出来 你民调长期输给柯文哲 吴敦宇把你换掉也是很合理的啦 所以韩国瑜强制征兆 韩国瑜就变成一个议题 那柯文哲也在推波助澜 就是韩国瑜要出来 一定是用征兆的 不会自己报 好 那朱立仁有压力 他就会被压到 比较偏向国民党的深蓝的那一块 他必须要去诉求这些人 他出来选的正当性 就是朱立仁 韩国瑜提的政见 我朱立仁全部都会做 所以我还是最佳的国民党的这个 这个选项之一 好 所以透过这样 从前面那种脉络一例走过来 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原来给朱立仁好好选 大家都不要吵闹 大家国民党团结一点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现在问题就是说 国民党大家的心里面 大家心里都有鬼啊 鼻子卡来卡去 一个好好的 明明民调可以领先 蔡英文十几二十趴的朱立仁 就是这样 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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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接下来 现在谈的是他愿意重启何师了 原来都长期反合 很多人说过选取因素 现在连自己老巢都不要了 好 接下来我认为他们可能会去碰年改 伍登已经丢了 看你朱立仁要不要跟 伍登一丢 国民党回来的话 年改就是废除 或者是重新检讨怎么样的 朱立仁要不要跟 朱立仁要不要跟就好 废除年改 恢复18趴 如果他一讲这个的话 国民党的两三层巩固了 可是他中间原来超越蔡英文的那一块关键的票 就不见了 所以大选又打回原形 我是认为说年改大概是民进党最后一道长城 就是他能够拱 因为就支持年改的民众 大概还是有六七成 所以如果朱立伦往那边缩的话 他跟吴敦义的差距就缩小了 虽然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但是就缩小了 至少在民调部分他会往下降 降到可能吴敦义有机会用 这个党员投票来超车的程度 所以到那个时候 如果差不多是五六七月 国民党把他拖到那个时候 就朱立伦伦伸下来的时候 国民党突然好 我们这时候来办初选 吴敦义朱立伦的差距也许就没那么大 那个吴敦义也许就有机会胜出了 所以现在讲这个韩国瑜要不要选总统 我个人认为是就是借力使力 既然你有像旺中他们在推波助澜 吴敦义就拿这个梗国去逼朱立伦 在某种程度上伤害朱立伦 最后面等到我和朱立伦差不多的时候 我用党员投票一口气超越他 我就可以拿到总统提名的这个位置 他拿到总统提名就没有征召韩国瑜的问题了吗 那个时候如果克文哲说 哇更爽吴敦义跟这个 吴敦义出来了 那克文哲等于他觉得自己会捡到这个总统 他是有可能出来 可是那个时候克文哲 因为拖到五六七月 克文哲你那个时候如果要去充联署的话 就是真的要提前准备 那他提前他的马脚就会露出来 就是会有一些意愿 所以我认为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他可能会走这个清明党路线 拿清明党那张票 对对对 柯宋沛是有 因为清明党也需要一个新的宋厨瑜 宋厨瑜再来一次不是很难 没有宋厨瑜 他就是可能就是正在接班宋厨瑜的 Oh my God 因为他毕竟清明党那张票 清明党不用这张票 他这个党之后可能就完蛋 因为他的动能不够 你觉得柯宋沛有效吗 就是如果要最便宜的选法 当然就是柯宋沛 但是这个是有点沾毒药 对这个是沾毒药 就会让很多白色的不爽 那柯文哲会不会那么强 就是一个问题 对啊 那可能会掉到只剩十几二十八 就核心柯粉的部分 对 所以我觉得他底下的考量很多 但是我已经从不同的管道 听到类似的消息 当然我也听说 不过我觉得周伟好像讲到一个关键 就分析这个吴敦义的战术 各位就不要小看吴敦义这个人 他虽然一般的形象上 大家就因为他长期被操作 什么白尔屯转弯什么什么 大家对他 而且他讲话比较 比较就是讲 讲这个尖锐一点 就比较刻薄 所以他的公众形象是比较 大家会被他相对上不支持他 可是他的绵密的组织力 跟绵密的政治操作力 你必须承认的上次党主席选举 我早就认为是他一定是当选的 因为他的组织能力太强 他一轮就过了 那这一次呢 韦航的分析真是精准 他把他已经把朱立伦 弄到跟他一模一样的政治主场了 卡死了 卡到他了 最后呢 两个人差不多了政见 最后如果党员投票 到时候全部投给他 可是王金平是变数啊 王金平的组织力也很强啊 对那就是但是有种有主要敌人是要敌人吗 我我今天如果是朱立伦的话 我有我如果是吴敦毅 我一定会先写所有锁定最强的 吴王现在的主要敌人是朱立伦 对对对我想这个应该是 不然王金平刚才要一直 然后用韩国瑜 对去威胁朱立伦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廉价回来 这个王金平应该就会开出商 因为他开始铺陈 7号就要选举 总是要有一个造势 所以会一直丢东西出来 然后呢 我认为他丢的东西 其实应该比较不会是 正面加持性 可能是比较具有冲击性 就像之前他讲说这个新郎问题 对对对 他们他吴跟王炮出来议题 对朱都有这个 都有让他流血的效果了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看发展 如果朱一直民调低 然后党员票又没有的话 所以为什么吴敦毅他 不排除征召 但是又不愿意用两阶段的缘故 就在这了 如果是吴敦毅本人出来 或者你知道他们 我听到他们就说 反正就不要让朱出来 对的确是 天下为公的感觉 现在 因为他毕竟朱立伦是最高的 朱立伦最大的问题是 现在 这个媒体传言是 要替他讲话的人都很少 对啊对啊对啊 像我 像我这问 就是听他们其他人讲说 愿意出来站了 大概就只有我以前 台大学长叶远资 所以真的是 真的是他连过去提的那部分区 他就是人缘不好嘛 他过去提的那么多部分区 我也是想说 为什么会经营成这样 因为原来他是最有声势的一个候选人 我觉得他的媒体操作也是有问题 他身边也是没有人 对 好精彩啊 但是接下来如果是 所以我们判断 如果吴敦毅第一轮就过关 或是王金平第一轮就过关 那问题是一般的基层支持者 会觉得这个打不败柯文哲也 国民党打不回政权 这好复杂啊 马上回来 好非常精彩的分析 周伟航教授 人家文本在现场 我们最后就谈了 就说 其实柯文哲是这一场选举的变数 他选或是不选 国民党的候选人会变化 那当然要看未来的民调 那就算 吴敦毅就算第一轮打败了朱立伦 或是王金平第一轮打败了朱立伦 那可是第二轮就是 就是如果柯文哲一直被我们做民调好了 就一直一直一直是 吴柯英 韩柯英 那一定是韩一定赢嘛 那这个情况在国民党的基层 就会要求换人啊 在选前 不过我认为啊 一旦柯文哲如果去动要选举的话 然后选前 因为国民党是选举的 是他随时可以换人的政党 对我觉得这其实有点绑来绑去的感觉 像吴敦毅把立伟啊 这个意图是把立伟放他前面先出选完 所以他就可以倾出一批立伟 那自己人的立伟啊 就是这些提名出过出选了 所以到最后面这些人 因为上次换住了 主要推理还是区立委的后选人去 在后面推不住了 所以如果你这次吴敦毅真的被提上了 然后又要去刺激把他换 换掉的话 可能就是来自于其他还是外部的那些党部 我想如果吴敦毅稳住这些区立委 他应该还是硬着脸皮 还是可以把他选完 但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 七月以前的这个过程 因为就像我最近几天 我听一些民进党的党公子在讲 其实像2007到2008的民进党的 这个党内初选的过程 其实造成的这个书械之间的伤害 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化解 你想想都已经十几年了 所以真正的问题就在于 这个总统初选的过程 他会对国民党内部造成实质的破坏 我觉得这才是比如说像其他人想要真正 像米金党或柯文哲想要真正的一个契机 就是有些国民党人可能就心冷 他就不想把这场原本想要 一定会赢的选举走完 所以这个当然这也不是外力可以去施加的 外面顶着是吹波朱兰 然后在那边鬼鬼叫韩国瑜出来选 造成你更大的分裂案伤害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国民党自己要去思考的问题 就是他们这个内战目前才刚开始 他实际上已经造成伤害了 现在大头心中其实都非常不爽 就是你居然敢讲这个事情 那想相信他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双方的口出恶言的程度 已经远远超出当年的输泄的资争了 这在朱立伦要稳住啊 自己民调高 然后他也不是没有党员呢 因为国民党还是有有那种中生代出头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我也不懂啊 朱立伦应该稳稳的操盘才对啊 我觉得新生代中生代那些年轻一辈的国民党人 那当然态度是就是 输出名秘啊 回归实力这样子啊 就是不想再玩这个逗来逗去这一套 可是国民党人他还是有另外一个特性就比较乖了 就是 就是张主席如果找找手会回来 他们是三七比 也不是七成党员呢 是三成党员而已 七成民调 这个现在差距这么大 要干掉朱立伦 我觉得实在是还蛮困难的 但是就是政治上 但很多人都是最后一战嘛 吴敦英最后一战嘛 王金平也最后一战 所以他们势必就背水一战 精锐会进出 什么招都可能打 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柯文哲还有机会啊 就是其实要 如果国民党伤得太重的话 会有票流出来 这是柯文哲 这是原本都寻求的契机 他就算不选总统 也要阻挡的话 就必须要利用 这些流出来的人 他有没有要阻挡啊 你的探测 现在的重点就是在于 阻挡能力吗 阻挡能力 关键永远都是那个 秘书长的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一个 适合调到丁来人 能够帮你去 瞧这些事情 他现在只相信蔡碧如女士 蔡碧如就是官桥市政 我看他们也是 因为他们市政的团队 也一直在削落中 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输出就会更大 他的问题也很多 所以在这个 我们这样分析比对之下 其实一个执政团队 一个历练丰富的蔡英文 还是有机会 当然还是有机会 就是相对于其他各政党 这个民进党现在对于 内部至少内部 没有什么很明显 反对蔡英文 应该没有 比较没有 主要都是外部的 就会搞定 对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其实就是他们 一步一步要做好 那一步 因为你执政 就是总是会 有很多地方可能被他攻击 所以怎么样去做防守 真的主动出击很重要 那在一些可能被攻破的 像是316的补选 那这补选呢 你就好好的做 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然后看结果怎么样 再去研判说风格是怎么样 因为我个人认为 316现在的这场的选法 还是传统式的 他没有进到网红政治 或是什么的 所以会被像谢隆介 这种施加很大的压力 当然就是继续努力 像民进党中兵放下去 就看这两个礼拜的操作 能不能把他们稳下来 那如果你这件事情 一步一步做好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 可以充实支持者心情 把你的那个选票基础 拿下来 再来是利用议题 把你的对手 往另外一边挤 我不见得消灭 那我把柯文哲 往国民党那边推 我把绿的票巩固下来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其实柯文哲 如果去往蓝的那边抢票的话 蓝的是很看重意识形态一提的 他势必要丢出这些诱饵 那丢出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的原有的选票基础会流失 就像我们刚才有讲到一个可能性 柯文哲可能会拿 这个亲民党的选票 那他就会影响到一些 原来偏绿的所谓的白粉 那就是柯文哲的粉 那柯粉这些偏绿的柯粉 可能看到柯文哲跟亲民党走太近 他都不要了 那就回去支持小英 所以柯文哲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区块 可是他当他往国民党那边移动的时候 也许对民进党就会相对比较有利 小英只要从两层两层五 能够进到三层的话 就重新回到三层底力格局 所以我觉得其实 虽然很多民调都特别强 小英还是电影 小英还是电底 可是我们选题选那么久 我们都知道状况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只要一个事情 一句失言 或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小小的隐性 就可能会导致整个战局的巨大改变 所以真的时间还很长 这个七月前是一个关键 国民党内战会站到什么程度 杀到什么程度 那七月以后那又是另外的状况 小英如果真的出访 他应该这个月会出访 可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经过美国 那他如果真的在关键时刻 到美国某个地方去演讲 有用吗 我觉得像现在这种网络战 其实我们预计最大的一个爆点 倒也不是出访 因为出访你去人家就会挡 老共会挡 当然老共可能不太民党 可能国民党或其他人会有一些意见 怎么操作让你有点丢脸 但是现在网络时代 我经常讲 如果比如说现在有推特有脸书 美国正要来你这边留巨岩 就像之前那个口译歌事件一样 我来留一个眼跟你很熟 加个油 那个其实的效果 其实媒体宣传的效果 其实不见得会低出 你觉得小英有改变吗 这个一一二十之后 他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积极 我觉得这是正确的 他应该再更积极一点 让他让人家看到 对于议题的表态 就是不要再那么样的含混 然后就我个人怎么想 就是他的风格 对对 就是他的风格上 要更主动的讲出来 让他的支持者会有信心的重新凝聚 所以你认为他还是有机会 有机会就是 选举总是这样 有机会 但一定要好好努力 好 谢谢 谢谢 在3月1号 给我们这么精彩的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呛新闻 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